好同样,那么接下来进入到咱们今天的课程 那么咱们今天是MySQL的最后一天 今天主要给大家讲解的任务就是讲解一下MySQL里边的一些高级的部分 比如说这里边的仕途,比如说事物,还有所以 这些东西呢,说时代的,在面试的过程当中经常会被问的 特别是事物和所以,被问的的可能性相当大 然后呢,咱们今天还会给大家讲解一个东西,叫什么呢 这个MySQL的一个主通,主通这里边呢,就会用到一些权限 到时候呢,会给大家简单了解一下权限又是什么回事 所以说呢,今天的目标呢,就是讲解这么多 那么简单的说通吧,今天和咱们之前学的东西呢 就稍微的不是一样,咱们刚开始学MySQL的时候 咱们从这个大体的角度来讲啊,咱们前两天主要讲解的是MySQL的语句 这个没头吧,就是SQL语句 那么第三天的时候呢,咱们主要讲解的东西就是做了个练习 原来可以把它拆成多表,以及讲解了外界是怎么回事 然后到最后呢,咱们是不是在这里边讲解了什么Python和MySQL 是不是怎么用啊,对吧 那么今天要讲解的东西呢,咱们从整体的这个观点下来看呢 就是说,咱们不会具体到某一个SQL语句怎么写 因为你实际开发常用的是这个 SQL语句才是常用的 那么这里边的这些东西是什么时候用呢 在特殊的时候有可能会用一下 比方说,我现在数据库里边有100万条数据 我查询数据有点慢,我想快点怎么多呢 这个时候呢就会用到所以 那么有可能我的程序都写好了 但是呢,我不数到另外一台电脑的时候呢 我想了个,我突然想起来的一个事情 我应该把这个数据库给它改吧改吧 最后呢,就导致了什么呢 数据库变了 但是程序呢,又不能修改 那怎么办 到时候呢就会说的是图 如果要是有多个表 后来说是有并发的服务器 同时有那么多人去操作 那么总办事物来防止这些事情的出脱 那么假然言之 今天咱们主要讲一个核心呢 就是让咱们大家呢心里有个感觉 哦,原来啊 这个当我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 我应该用什么方式来解决 那这就是今天要给大家指点 这里边的色口语句 这边来讲,这里边的色口语句好像有 不需要被听见出什么意思了吗 你需要对对,你要需要了解的 就是掌握的 这里边的色口语句是必须要掌握的 那么这些色口语句呢 就是比方说 东哥,我想解决什么问题 OK,那你看看课价 甚至是你把这个道理明白了之后 你就下来去谷歌就可以了 这是真正的实际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听懂了吧 今天的色口语句不用背 就是用的时候查一查就行了 好了 那么咱们就首先说第一个问题 试图 什么东西叫做试图呢 我给大家打个比方 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就听懂了 我已经花了好长时间 我写了一个程序 比如说咱们以后再去学张考的时候 就是咱们这个阶段派得高级结束了 这不是接下来是不是就前章了吗 前章有十几天的时间 结束之后咱们接下来就进入到张考了 那么张考讲言之就会用到咱们的这个数据库呀 用到这个网页前章呀 还用到竞争线成的一些浏览七八糟的东西 最终能够让你浏览器看到一个现象 你看到一个网站 这就牵涉个问题 我好不容易我花了好久的时间 我做出了这个网站没问题 请问他们说的直白一点 我在这个地方 比如说我登录了某个网站 比方说我登录了百度的看 当然我现在上不了网 我只给你打个比方 我登录了某个网站 然后呢这个网站里边有可能这个地方呢 有很多条数据 我打个比方只是表格啊 对吧 只是表格 只是表格 有很多很多的数据在这个表格里边 那么这里边的数据 我问大家个问题 这个表格的数据哪来了呀 我浏览一个网站的时候 我看到这个表格 这个表格的数据哪来了呀 数据库里边的数据 对数据库里边的数据 也就是说 咱们从明天开始 咱们未来几天 要给大家讲 你的是一个mini web框架 到最后呢 就会用了这个数据库的一些东西 那么我想跟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我花了一段时间 我多了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呢 肯定是显示一些数据 那么我就费了一点时间 我就多了一个数据库 对吧 至于你这个数据库是一个数据库 就是一个特殊文件还是两个就随你了 简而言之 这里边一定有很多张表 大家是不是还有印象 咱们原来说的那个叫做 京东的那个数据库 里边呢 就咱们原来已经写过了 有个叫做固执表的 一个叫固执下文线Kater似的 一个叫固执Brands的 是不是三张表呀 简而言之它就有三张表 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随着业务的发展呢 我后来呢 有一天我觉得干什么呢 我想把我的程序啊 我放到另外的电脑去 而且呢 我想在另外的电脑上 也不属于一模一样 就是我有这个一个这样的想法 但是我发现的是什么呢 我把程序拿过去之后 我把数据库拿过去之后 我觉得哎 这个数据库你改吧改吧 不能用原来的数据库了 简而言之 原来有三张表 但是后来呢 我发现了三张表的性能 还有可能还不是特别高 那我有可能再优化优化 优化成了五张表 你听到我的意思了吗 就简而言之 数据库变了 那么程序是否应该会变化呢 我问个问题 数据库的结构变了 那么我原来好不容易写的 在好几个月的程序 理论上讲 这里面执行的那个尺寇语句 是不是也应该相应的变化了吧 那么这边来讲 就是说 你通过 这个什么呢 游标对象 你接下来再去执行 这个尺寇语句的时候 你原来是 select的新花 from固执 是不是有可能 这里面的尺寇语句 是会发生的变化吧 因为你不要改了 所以说你将来 有可能尺寇语句就不改 但是问题是什么呢 你数据库只要一改 那么将来你所有用的 查询或者是登山改 查数据的地方 是不是全部里面上讲 你都得检查一遍了 因为你不确定 到底需不需要改 你说是个道理的吧 这就很尴尬 我的程序已经写好了 我只要一改数据库 我就回到程序里面 去改尺寇语句 我一改我就得改尺寇语句 是不是相当于 他们之间的偶后度 是不是相当比较高 什么叫偶后度 我一改你就得改 我一改你就得改 这就叫偶后度相当高 咱们之间的关联比较紧密 这叫偶后度 那么请问同学 这样好呢还是不好 肯定是不好 应该做的一个 什么样的状态就好了 我把程序里面的尺寇语句 我把程序里面这个尺寇语句 我都写完了 我都写完了这尺寇语句了 我不管我怎么去修改 我的数据库里面表的结构 我将来我这样的尺寇语句 尽最好是不变化 是不是更好 对吧 就是说你的数据库结构 爱怎么改怎么改 但是我的尺寇语句不改 这也是重金目标 那么这种情况下 应该怎么做呢 抽象出一张虚拟的表来 抽象出一张虚拟的表来 他们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这个 Python里面的这个 解释器 还知道吗 什么叫解释器 看着我给大家打个比方 Python程序 就个例子 Print 这是Python的程序 想要让这个程序运行 咱们原来一直在讲 我原来给你讲加L的时候 我也强调过 这个地方是不是应该用 这个Python解释器 来解析 解析完之后 接下来 是不是在这个位置 接下来是不是认给操作系统 或者认给CPU 是不是才已经之前了吧 那么最底层是CPU 那么CPU上面 请问我问问大家一个问题 CPU的上面 是不是会有个东西叫做 是不是有个东西叫做操作系统 你肯定是认给操作系统 让操作系统去接下来去调度 去占用CPU 你说这个道理了吧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把这个图 把这个地方 说话的操作系统控制着这个CPU 那么请问 你的Python解释器 能够在这个操作系统运行 这个Python解释器 是不是咱们得单独安装 支持这个操作系统 是不是一个特殊版本了吧 打个比方 这个呢叫什么呢 叫Windows 比方说Windows的10 你们的这个Win10 对吧 请问我问个问题 我这个地方呢 还有台电脑 这个电脑呢 它肯定是也有CPU 来 这也有个CPU 那么这个电脑上 我问一个问题 请问是不是 它应该也有操作系统 那么它的操作系统 如果是Ubuntu的话 我问一个问题 能否把在Windows上 按照这个解释器 拿一份来 在这个Ubuntu上运行呢 能不能行 百分之百不能运行 这个解释器 只能是支持Ubuntu的 而这个解释器 是不是仅仅支持Ubuntu的吧 那么同学们 这么做 有个什么好处 你看照 当咱们写完 一份Python程序的时候 你把这个Python程序 扔给这个解释器 这个解释器 可以支持这个套路系统 所以说这个程序 执行了 你把这个代码 扔给这个解释器 扔给Ubuntu Ubuntu是不是 接下来控制CPU 是不是执行了吧 大家有没有发现 一个特点是什么 咱们这个解释器 是否相当于意味的 隔离了底层的区别 不管你是什么套路系统 反正你只要是按照Python的 语法写 将来解释器 解释这个过程的时候 的这个方式是一样的 只不过就具体 对于不一样的 合作系统去执行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发现 是不是不太一样了吧 能理解我这个道理了吧 就简单言之 其实这个地方 不就相当于隔离一层吗 你只要装到解释器 解释器只要是 解释的功能相同的 那么底层 我针对Windows 开发一个Windows的版本 我针对Ubuntu 开发Ubuntu的 我针对Mac 我开发一个Mac 不就完了吗 这东西的最终目的是 想干啥呢 咱们刚刚不是说过了 我的程序 原来已经写好了 叫做Curs.execute 就是circle语句 我这个地方维持什么来了 circle语句不是都写好了吗 那么如果我接下来 我的这个数据库的这个结构 比方说 比方说我这个数据库的结构 数据库 它的结构是什么 咱们肯定是将来 这个circle语句 是不是可以直接对应这个数据库吧 但是我刚刚说过了 数据库要是变化的时候 咱们是个语句不就变吗 那怎么做 让它不变 他们看着 咱们在中间 咱们给它来上一下子 来加上一层 那么你看着 这个地方我加上什么呢 我加上一个叫做虚拟的表 我来上一个虚拟的表 让这个虚拟的表 对应于真正的数据库 大家没发现这样一个特点 当我以后觉得 我要把这个数据库 给它改成一个叫做 这个new数据库的时候 请问只要我让这张数据表 对应于这个 是否也就是说 咱们的程序去执行的色扣语句 还是对应于这个表里边的表结构 那么将来这个表的表结构呢 它抽象成这个具体的 它抽象成这个具体的 请问是不是底层不一样 但是咱们的色扣语句执行 是不是一样的吧 能看得出来这个虚拟表的 这么一个作用了吗 那么所谓的这个虚拟的表 就是什么呢 试图 这个虚拟的表 直白来讲 就是咱们刚刚要给大家讲解的 试图 能听得清楚了吧 也是相当我中间又来了个虚拟的 假的 没错 是假的 它的数据哪来的呢 如果你要是用了这个数据库 它的数据从这来 如果你要是用了这个数据库 它的数据从这来 但是呢 这个虚拟的表最终是一样的 听得清楚了吧 很简单了 这就是一种解决方案 好了 那么试图呢 就是一张虚拟的表 我刚刚给你表达的意思 就是它 起到了作用 相当于隔离了数据库 这就是简单 来说的话 这就是试图是什么 问题解决了 数据库去变的时候 我的程序里面 射口语句不变 试图来解决 那么试图是什么呢 通通讲 看这个地方 我给你已经标 标率了 试图呢 就是一条 或者是由 一条复杂的射口语句 查形出来的结果的 这么一个集合 试图就是对若干章表的 引用一张虚拟的表 查询语句的结果 这就是什么意思了 就是一张虚拟的表 一张查出来的表 那么怎么去理解这个 试图呢 说了都没大坨 你就认为就是虚拟的事情了 那怎么理解这个虚拟的事情 在这个地方 我给大家解了很多张图 那么咱们就先说第一稿 先说第一稿 咱们理解这个过程 咱们一会儿 我再给大家敲一下 看这个射口语句 看这个射口语句 看这个 select新花 from who's as g left join as they on left join go's brands on as 什么 上什么 啥意思 是不是相当于 以这个表为主 我到这个表里面去查东西 以这个表为主 我接下来到这个表里面查东西 请问是不是咱们原来说 这个关联查询里面 是不是相当于多张表的 这个结果了吧 那么最后的结论呢 就是把固执表里边的信息查出来 这是一张表的信息啊 然后把这个叫做 Katers 固执 Katers这个表里面的信息查出来 把固执 brands这个表里面的信息 你没发现 是不是一一对应了 是不是全部查出来了吧 那么这个呢 这个呢就是这个表的一些信息 当天的信息 同学们呢 那我有这个东西想干什么呢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 我接下来 想要很简单的查询出来 每一个电脑的具体的型号 以及这个商品的这个品牌 那么按照原来的方式 咱们是不是先构造这样非常复杂的色口语句 你说是个这里了吧 每一次都得构造那么非常复杂的色口语句 那么怎么办呢 把这个色口语句查出来的结果 请问这个结果是谁 是不是这个结果吧 我把这个结果当作一张虚拟的表存起来 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虚拟的表就叫试图 这个虚拟的表就叫试图 好了 那么我是怎么做的呢 为了节省一下这个空间 我把这个ID抹掉了 把这个ID抹掉了 把这个字段给它改成了叫做catername 把这个字段给它改成了brandname 那么因此也就是说 我把刚刚的那个星 改成了g点星 c点什么s b点什么s什么 最后的结果就是 原来这个表里边的所有数据 加上这个表里边的一个字段 那个表里边的一个字段 是不是全部出来了吧 这么多一个好处 我记下来 只要一看这个 是不是这就是 一个具体的电脑 一个它的价格 一个信息 一个它的这个品牌分类 是不是全部都有了吧 你有多行不就是多个吗 多行不就是多个吗 好了 这个时候语句 它的结果就是当前这个信息 我干什么呢 把它当作一张表来对待 怎么做 刚刚你的嘴条 你的circle语句 你刚刚这个circle语句的结果 不是这么一大坨吗 把这个circle语句 复制一份拿下来 然后在这个circle语句的前面 加上一个东西 叫做create view 你起上一个名 此时的这个名 就是仕途的名字 切记呢 在as这个期间 还要加上一个什么呢 as create view 起上一个名 as后边 就是咱们刚刚看这个circle语句 听懂我意思了吗 那你这么做之后会怎么着呢 你通过sew tbos 你会在当前的数据 这个库当中呢 查看出来多了一张表 听得清楚了吧 这就是仕途 一张虚拟的表 那查出来有什么用啊 看着啊 查出来有什么用 这是啥呀 刚刚我那个仕途的名字 是不是就叫 微故事音符 你也没有发现 我现在在select的新花 伏让我他的手 是不是直接就全部数据出来了 是不是很方便呀 那么这就是仕途 把你的一个查询的结果 当作成 创建成一张虚拟的表 当我接下来 已经把它创成虚拟的表的时候 我对这个表的查询 没有任何问题 我想怎么查怎么查 你维尔想怎么查怎么查 你记着order 你都可以 听得清楚了吧 这一个就叫试图 好了 来咱们简单试一下 那么在这个地方 因为今天呢 咱们到最后的时候 我要给大家讲解什么了 主筒 所以说呢 我就开了我的两台乌班图 简单 咱们先让它露一下面 这台乌班图呢 是在界面了 就咱们一直在用这个 是吧 天天用 还有一台乌班图呢 是我自己用后来装了一台 这是另外一台乌班图 有人说了 这台乌 这叫啥呀 我告诉你 这个也叫乌班图 你看见了后边这个 就是指着这个 这是咱们大家 实际在用的 这是在界面了 你懂我意思了吗 在界面的情况下 它不太适合于当作服务器 你真正的当作服务器的时候 一定是找个非界面了 就是不在界面了 这个就是不在界面了 从内存空间大强来讲 我告诉你 在界面的要上级 这个几百兆 从网上就下来了 听得清楚了吧 几百兆就下来了 一个套的系统 而且当作服务器 没有任何问题 就讲言之 乌班图呀 它非常好 力大特别什么呢 它给你提供了一个 在界面的版本 还有提供了一个 不在界面的版本 你想用哪个都可以 一般做开发的时候 咱们可以用这个 但是当咱们真正在 布置服务器的时候 网络就是不在界面 听得懂我的意思了吗 讲言之 这是两台乌班图 来查看一下它的IP if config 他们看这 在这个位置 是不是有个IP 叫172.16.7.152 对不对 这是一台乌班图 然后呢 这也是一台乌班图 好了 那么咱们可以看一下 if config 看一下它的IP 那么它的IP 是172.16.7.137 一个是7.137 一个是7.152 我已经把这两台电脑的 连接方式呢 都给它给成了net模式 你可以看很清楚 这个是net 然后呢 这个也是net 还记得什么叫net吗 你家里边的路由器 是不是咱们说的 是不是有网络地图转换器 是不是相当于 让这个软件 让Waymover这个软件 是不是相当于 虚拟出来的路由器 是不是相当于 虚拟出来的路由器 是不是给它一个IP 是不是给它一个IP了吧 这两个完全可以直接通信 来 拼一下 拼 172.16.7.137 你看 我去拼 拼两台电脑 是不是也能拼通 这台电脑 去拼两台电脑 也能拼通 这是两台电脑 那我说这两台电脑 想要干什么呢 如果有时候两台服务器 或者是多台服务器 同学们 你牵过来 牵过去 牵过来 牵过去 是不是特别一会 一会就乱了吧 特别麻烦 怎么做的呢 远程链接 远程链接 好 那么 我给大家最终效表的意思是 我有两台服务器 今天要开的 我把这个最小化了 我把这个 你看着 我把它也最小化了 我通过终端的 原来咱们是不是给大家 这个Windows里边 安装了一个叫 XCL的一个软件 还记得吧 里面讲 XCL呢 它是非常强悍的一个工具 它可以在里边 通过SSH 去远程连接你的Ubuntu 听得清楚了 如果你要是Mac 本来就自在 如果是你的Ubuntu 本来就自在 就是Windows不自在 所以说Windows 必须得安装这个XCL 这个东西 安装好之后 大家是不是还记得咱们怎么远程动作了 SSH 对吧 写上Python 写上Python 写上你的IP地址192-7.137 接下来一回测试会连接成功了吧 那么 这个我是已经连接好的 你看一下 我就不再连了 ifconfig 大家可以看一下 当前他的IP 是不是7.137 这个是谁呢 也是7.137 我连接了两次 带界面的那个Ubuntu 连接了一次 不带界面的那个Ubuntu 大家可以看 当前是不是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个7.152吧 那么也就是说 这是 他们两个控制的是相同的讯息 而这个是不是控制了 另外一台讯息了吧 真正的开发的时候 过程当中通吧 如果你把代码放到服务器上 服务器真的就是这种界面 没有任何的图形界面 因此我为什么一直在强调 让你去练立会的命令 实际的开发 实际的部署的时候 不会让你找个Windows服务器的 Windows服务器性能相当低的 所以说一般咱们都是找Linux服务器 而且没有界面 你听懂了吗 因此你什么那个右肌呀 右肌减压呀 那都白扯 就给你个界面 你会命令你就去解 不会命令那就拉倒 所以说学命令你看有多重要 就是道理 好了 最后说一下 这两个都是空的了我的带界面那里 无办法 这个空的是不带界面 听得清楚吧 两台 咱们过一会儿的时候再用这台 现在只用一台就可以了 就用这个带界面的 7.137 好了 那么我干一件事情 来mycycle-u-root-i-o-o-t mycycle-u-root-p 然后回叉 书上mycycle这个密码 请问接下来咱们sue databases 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是不是当前就是有咱们原来京东的 是不是那个数据库了 有了 那么接下来我就又的 怎么的呢 京东 好了 用了一下它 sue tables sue tables 来咱们看一下 当前有多少表 是不是和咱们之前那个表 是不是一样的信息了吧 把咱们刚刚给大家说的这个 试图 咱们透过一遍 select 新 from 来你说我写吧 怎么讲 固执 然后 s 因为有可能后面你要用 所以说简单写个g 是吧 sg 然后呢 left joy 然后谁 固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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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然后 s c 然后 g点 开车 下固执 id 等于 c 点 id 然后 left joy left joy 这个谁呢 固执 叫做 brands brands 就什么呢 sb on 什么呢 g点 brand 下固执 id 等于 b 点 id 数据全出来 这是一张表的 对吧 然后后面这是一张表的 这又是一张表的 ok 散装表的信息通过这个星就出来了 但是我发现这个id和这个id真正的是没有什么用的在这里边 对不对 所以说怎么办呢 把这个星通常怎么着 改成g点星 然后接下来度号 然后 叫什么呢 叫这个 c 点 name as 比方说叫的 cater name 然后 动画写上 b点 name as brand 下固执 name 大家看 是不是现在这个 是不是只剩了这两个了吗 我每一次这么查询 我都得敲一遍 这个时候 你就多麻烦 懂不懂 创建一张 创建一个试图 创建一个试图 怎么创呢 create view 接下来写上一个试图的名字 是不是as 好了 把这个社会语句往上一翻 control a 回来对前面 那么前面加上create view 是不是起个名啊 懂吗 那比方说我就起上一个v 下滑线 固执 info 然后as 圆 后边 就是咱们原来的社会语句 无非是前面是不是写了个createview 什么什么什么名 是不是as了吗 他有没有发现我前面是不是写了个v 下不想开 开头啊 为什么 是不是v 是不是像这个试图的意思了吧 就是为了让咱们大家从这个名字上就能区分得出来 它是试图 而不是真正的表 它是虚的 而真正的table才是真的 好了 三二一 走 大家看 没问题吗 那么你这个时候你再去soultables 可以看得紧清楚 这个地方是不是多了一个东西 这个是虚拟的表 但是咱们也把它当作表来对待 那么select 新 from 你看啊 v 下回线 故事 info 你看我只要一查 这个信息是不是立马出来了吧 你甚至在这里边比方说limit limit5 是不是想怎么查 是不是就怎么查了吧 这个呢就是试图的作用 这个就是试图的作用 请问接下来所有的色口语句是不是该怎么执行 是不是还是怎么执行了吧 这个事就结了 但是稍微要注意点是什么呢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咱们创建这个数据表的目的 就创建这个虚拟的这个试图 这个虚拟的表的目的是干什么 方便查数据 而不是方便改数据 请问你改数据 你改谁方便呀 我自己给那个表示是更直接了吧 所以说同盘 请记 这个试图往往用在查数据 你用在更新数据 那有的时候就会不行 比如说咱们试一下啊 update 谁呢 v下滑线 pushinfo info 来sets name 等于我写个姓名 比方说叫到这个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有一款叫到老款小霸王 是不是学习机啊 我给他给了啊 表来给他新款啊 新新款啊 小小霸王游戏机啊 来 然后请问他们 v 是不是写了吧 写谁啊 是不是ID等于二十单 target table 这个 of updates is not uptable 就相当于什么意思呢 就是不可以更新 你看是这个道理了吗 就是没有这个功能啊 不可以更新 这么来讲 全记得懂吗 你别纠结啊 我发明出刀来 你是太刀就是来切太的 你是指甲刀就是用来剪手指甲的 因为剪脚指甲的 是不是各有目的了吗 你发明出来的这个试图 就是用来方便查询用的 听得清楚啊 别纠结啊 我用它为什么不能登山改叉 目的性是不一样的 我用这个东西干什么呢 就是为了将来我查数据的时候 将来方便 这才是数据 这才是试图 听得清楚啊 别纠结啊 只是用来查数据的时候 咱们往往才建立试图 这么说理解了吧 我刚刚给大家说的这个过程当中 懂得吗 创建一张 创建一个试图 是吧 查看试图 我用sotables 然后以及selecting for what from 就把它当过一个真正的表来用 是不是没有任何问题了吧 如果你不想用的时候 你dropview就把它散说了 如果你不想用 drop就清楚了 droptable是删不了的 droptableV下关线 故事下关线info 你看 走 对吧 unknowntable 京东里边的这个东西 我是不是并不知道啊 如果你把这个table呢 换成view 此次就删了 我这个地方 我就先不删了 听得清楚了吧 你删了 就是一用这个语句呢 就把它给删掉了 好 说得直白一点 是不是这就是试图啊 那么对重了 咱们接下来给大家 咱们说一下 这个试图呀 逗留什么用 在对下面 简单的小冬结 提高了重用性 就像一个函数一样 请问是不是这个道理 我接下来 我只要从这个虚拟的表里边查数据 是不是想怎么查 是不是就怎么查了吗 不就相当于我掉一个函数吗 对吧 方面 对于数据库的重构的时候 却不影响程序的运行 还记得我刚刚给大家说的那个原因吧 不就是这个道理吗 你数据库该怎么该怎么该 你改完之后 我创了一张虚拟的表 行了 其实它是全解了 不就完了吗 而且切记一点 这个试图是数据 其他表里边查询的结果 听得清楚 是虚的 是不存在的 是假的 言外质疑是什么 他并不会立马 创建一个空间 放在那里去同一层数据 而是你什么时候去查的时候 他什么时候去查 听得清楚了吧 举个例子 来看着 select信 from from 故事 我单独从这个表里边 是查数据了吧 你看清楚 我select信 from 叫什么了 V 下回线 故事 下回线 info 下回线 info 来大家看 我通过这个虚拟的表 查出来这个名字 和我刚刚在 真正的这个表里边 查出来的名字 是不是一样的 我接下来我去修改 真正的这个表里的信息 update 故事 然后set name 等于 咱们刚刚写的那个东西 叫做这个新款 新款 小霸王 游戏机 不叫学戏机 那学什么 啥也不学 是吧 id等于23 大家看得很清楚 我现在是不是已经把这个故事表给你给了 你再去看看 咱们从虚拟表查出来的结果 请问是不是也编了 这是不是就说明了 你真正的表该怎么改怎么改 我接下来通过这个虚拟表查出来的数据的时候 它不是真正的创建那个备份 而是我接下来 带到那个 几张表里边去查 把那个结果上面拿出来当作一张表而已 了 解析了 我并没有真正的创建那表 而是虚的 是假的 你什么时候掉我 我什么时候就掉那时候一句 去得到这个结论 就行了 因此 原数据表改了 虚拟的表 查出的数据立马改 这是一定的 一定的 提高了 还有一个功能 提高了安全性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将来真正开发的时候 一定会牵扯个问题 比方说你做的是电商 电商是不是就说付款 是吧 你想研究研究这个公司 这个月 它营收或者是每天的流水额有多少 万 你想怎么办 我select什么什么什么 SUM 我一加某个队段 请问我接下来我得到的结果 是不是就知道了 今年或者是今天 这个月 是不是整个公司的流水额多少 我是不是就知道了 数据库里边有啊 你一查不出来了吗 你觉得这样的很关键 很敏感的信息 你觉得会对一个普通的开发者开放吗 我告诉你是绝对不会开放的 那你岂不是如果你要是当做一个 是吧 当做一个内鬼的话 我把你安排到百度里边去 是吧 我是腾讯 我把你安排到百度里边去 你每个月工资 除了百度给你发工资 我还给你好几万 你在里边 只要有什么信息 你告诉我一声 请问 我是不是就知道了百度一些信息啊 你想的梦想 这绝对是不允许出现的 因此 怎么做的呢 原来真正的表里边 有可能会有 算金钱呀 是吧 像这个销售 有可能有这个东西 我怎么办呢 我创建个虚拟的表给你 给开发者用 我虚拟的表里边有什么 请问 开发者里边 是不是他就能查什么数据了吧 其他的他就查不到了呀 这不就避免了 将来他得到那些敏感信心了吗 这不就提高了安全性吗 那是个道理了吧 因此呢 这个就是第三点 还有一个呢 是让数据更清晰 我费了好大的劲 写了个社会一句 对吧 我对上面的时候 我费了好大的劲 写了个社会一句 这么一头 而最后呢 还就不如一个这样的 是不是更加简洁了 所以说呢 这个可读性呢 更加清晰 更加清晰 总而言之 试图 就是方便咱们大家 在去查询数据的时候呢 能够用一个非常简单的色口语句 能够对待它 这就是试图的一个作用 那么在这个地方 这个呢 试图呢 基本上就是说到这个位置 说到这个位置 那为什么会 咱们用试图往往用来查询呢 对后说一点 因为在一个真正的一个网站里边 基本的规律就是 往往有可能查询和数据的更新的 往往是10比1 甚至是更大这个比例 什么意思呢 网站用户来来查100次了 有可能才写入一台数据 就个例子 你去查询某个网站 比方说某个博客网站 你在登录 你在做特的时候 有可能你把信息写上了 请问大部分的时间 你是不是都是在刷的了 就个例子 你的什么朋友圈 微信里边朋友圈 QQ里边的Q空间 你打开你都是干什么 你看 你偶尔是吧 哪一天心血来潮了 你发一条信息 这个消息 所以说呢 它比例是相当大的 因此呢 查询的时候 同学们 咱们的往往就会要 提高它的性能 提高它的方便性 请问试图 是不是就是这种方案了 这就是试图 好同学们 接下来给大家一分钟时间了 咱们大家讨论了 以及测试一下 咱们刚刚给大家说的 这个试图开始